今天是2015年11月1日 也就是農曆的9月20日 香港首届观音文化日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星期六举行 我们今集节目就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活动的盛况 观音,道教称为观音大士或慈行大士 佛教称为观世音菩萨 观音信仰在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之中极为流行 在今年月未年,香港的道教团体 首次联合佛教团体以及孔教的团体 在香港举行了首届观音文化日 首先举行的有观音文化论坛 论坛之中邀请到两岸三地 余悉道三教的宗教人士 以及学者来临次教 论坛开始之前 先由欢雲大和尚 代表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 智慧长老智欢迎此 并由三教代表重读宣言 论坛之中邀请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作主例嘉宾 为论坛进行展彩 好,现在请准备 一、二、三 谢谢 谢谢 在开幕典礼之后 当日的活动正式展开 先有主题演讲 有关不同论题的论坛 以及中午素演 2015首届观音文化日 旗观音文化论坛 是首次由余、式、道三教团体合办的活动 各个团体希望藉着农历9月19日 观音宝丹去举行这个大型活动 唤醒民众内在善心 共建和谐社会 今次文化日的重球活动 就是在10月31日举行的祈福一场大会 当日首先由法师主持耍正仪式 洁静坛场、素除荡位 之后三教法师、高宫 带领各个道堂的代表和道女奇缘 公众大悲酒 并由省私引礼 供请主礼嘉宾上台就座 当日的主礼嘉宾包括 筹委会执行主席欢雲大和尚 孔教学院院长汤英佳博士 香港特别行政区文政事务局局长 刘江华先生 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蔣坚永先生 香港佛教联合会兆根长老 香港道教联合会副会长 侯永昌道长 然后主礼嘉宾以及在场善讯 就向观音行三鼎礼 并由余、识到三教代表宣读奇缘文 三教企愿造福文 企愿大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池江普照 世界和平 自此完毕之后 就有简单而隆重的展彩仪式 自后三百位法师、孔教教友 道教教友联合千人同众大悲酒 为香港以及全世界祈求吉祥和谐 奇缘仪式完毫之后 接着来的就是全日多元化的节目演出 演出的团体来自三教组织 整日的节目充分将余、识到三教的文化展现 并将观音信仰入面 慈悲和行善的主要思想表露无遗 将正信正念带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11月1日的今天道教已经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至今の audio 明智力是表示露出演的 然后正 Franklin